11月10日,TVB老戏骨余子明去世,中年78岁,据《新京报》,香港导演李力池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这一消息。 据澎湃新闻,余子明棋子余天佑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证实了该消息,并向外界表示,多谢关心。 今年1月,余子明因缺血性中风在家中跌倒,此后活动能力大幅减弱,左边身暂时瘫痪,随后一直在家休养。 根据媒体报道,10天前,余子明突然病情加重,紧急送医治疗。 余子明1943年12月10日出生于香港的小康家庭,父亲在香港岛甘诺岛西三角码头一带经营类似客栈的接待生意, 负责招待来自越南、泰国等地的采购客人。 余子明在读小学时因为被学校的坏学生误导而误入歧途,不但没有在上学,而且花费学费到处游玩。 当年,他曾在香港商人罗瑞康的父亲罗英时的南北型公司工作了一年,后来因为被其他同事欺负而决定辞职。 余子明在17至18岁时有一个朋友曾经介绍他到位于马师道的报馆任职教队员,后来因为其姐夫在当时的南华晚报报社任职编辑主任,于是便转职到该处工作。 此前,他到处吃喝玩乐,没有正直在身,余子明当了报馆职员一段时间后转做见习记者,这是因为他的同事跟进一起小孩被巴士撞倒的新闻。 但由于难以与肇事现场的潮州人沟通,余子明就毛遂自见,到事发地点进行采访,此后他在数年间同时负责撰写《天天日报》和《南华晚报》的一些新闻报道以及影评。 余子明自小喜欢唱歌,开始与冯素波和歌手郑锦昌等人一同在本地的潮桥中学与其他场所唱歌演出。 1966年,余子明参加《星岛晚报》举办的第七届全港业余歌唱比赛。 一,好姑娘,一曲入围国语时代曲组决赛。 一年,她在接再历。 一,告诉罗娜我爱她,一曲取得前述比赛的继军奖项。 1968年,她再度用林平的笔名参加同一个赛事。 当时,比赛现场,她唱了黄清远的《曼丽》,而一曲夺得冠军拿到金牌。 另外也有两份奖品,分别为来回泰国的机票和一份NME唱片公司的歌手合约。 几年之后,北角开了一间名为《肖金窝》的夜总会。 余子明以记者身份到该处采访。 当时,她被邀请上台唱了一首歌后,再获夜总会的经理邀请到。 肖金窝,当歌手唱歌。 由于有1200元酬劳吸引,余子明便答应演出。 在当歌手的数个月内,她曾与徐晓凤同台演出,获得听众好评。 随着夜总会的繁华,她到过不同的夜总会,新加坡以及印尼演出。 不过因为,不过因为香港不少的夜总会,没有歌舞厅排照。 所以令余子明无法再在这些地方唱歌,于是就转到戏院演出。 余子明在1960至1970年代签过一份新加坡的歌手合约。 这使她结婚后留在当地居住,其后因为新加坡已故总理李光耀推行非本地居民不能够在当地工作超过一年的政策。 致使余子明被迫要返回香港的南华晚报、报社工作,负责写娱乐版新闻。 不久,女演员钱荣荣与她开始合眼门鸣戏,即上市寄出曾在上海一带流行无正式剧本的话剧。 直至1976年5月,冯吉隆致电余子明,说周梁淑仪有意找她演出欢乐今宵。 当年余子明正在立地电视演出文明戏节目,高层想与她续约,不过余子明没有答应续约,并正式加入无线电视。 自1990年代末期担任大量电视剧的甘草角色,善演长者、潮州人、太监等角,前前后后拍摄了近200套的剧集。 余子明曾出演两个不同版本的TVB、风神榜、电视剧。 在剧内饰演江子牙一角,至今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出道以来,亦经常担任绿叶异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余子明还在流行经典50年中,在台上献唱经典金曲《荣树下》,英姿飒爽。 台风丝毫不减当年,开口令人为之动容。 当时余子明与无线电视合同到期之后,他继续到新加坡唱歌。 直到1997年6月1日,他重返无线电视,在综艺节目《欢乐经销》所饰演的《大眼鸡》。 最为大家熟悉,1981年,TVB应观众要求,为郑少秋和赵雅芝开拍古装剧《飞鹰》。 这时,原定的女三号词演,21岁的陈玉莲临时补剔,饰演赵零,一角。 这部剧播出后,傲视群雄,造成轰动。 陈玉莲的美,开始在迎平盛放。 随后,他顶替赵雅芝,成功饰演了《天龙八部》中的王宇嫣,一角。 陈玉莲在TVB的地位一跃而起,和同期的李美贤,曾华茜,西美珍,张曼玉,并称,无线无美,经常被拉去参加各档综艺节目。 这其中,就有,肥肥,沈殿侠主持的《欢乐经销》。 节目上,陈玉莲和演员余子明经常一起合作,一来二去就熟悉了。 余子明作为TVB的资深演员,虽然演的都是配角,但人脉不差。 他对陈玉莲越了解,就越觉得他像某个人。 当时的TVB,正在筹拍《神雕侠侣》,这事传到余子明耳里。 他幡然醒悟,陈玉莲这不识人间烟火的清冷气质,不就是现实版的小龙女。 于是,余子明拉上监制李天盛,跑去跟TVB领导说,如果你们不找陈玉莲演小龙女,那绝对找不到更适合的人了。 后来一世纪,导演才惊觉一身白衣的陈玉莲超凡脱俗,还真似金庸笔下的小龙女。 莲金大侠后来,也夸陈玉莲是最接近原著的小龙女。 这么看来,陈玉莲的爆红也有余子明一份功劳。 余子明事业上虽然没有大红大紫,但生活上却很幸运。 早年间很多人都认为余子明的妻子是冯素伯。 而余子明当年结婚派喜帖的时候,很多的记者和朋友都是纷纷致电他,说他怎么那么马虎。 老婆,明明是冯素伯,为何却映成了冯素云? 虽然仅仅是一场笑话,但那时这种,认为,也是理所当然的。 因早年间,冯素伯和余子明常常一起登台演节目,晚上收工的时候两人更是形影不离,由此传出绯闻。 不过之后两人同去印尼登台,而冯素伯担心表演会出现什么意外状况, 便自己花钱带着妹妹冯素云前往。 当时因为节目等相关问题,余子明便让冯素云上台唱歌。 冯素云演唱完毕之后,认为余子明在欺负她吗? 由此便对其不理不才。 直到后来余子明主动将将近分了一部分给冯素云,由此使得误会解除。 造就了一段姻缘。 事后冯素云想买礼物感谢余子明。 刚好余子明为妈妈摆寿酒,在寿宴上,余子明的妈妈看到冯素云十分有教养和懂礼貌, 样子又亮有福相,由此便心生欢喜。 余子明的妈妈则日日在余子明的耳边嘟囊。 加上冯素波与冯素云的父亲,冯丰对余子明的印象还不错。 余子明和冯素云二人便于1972年年初订婚, 在余同年4月12日结为夫妻,两人婚后育有两子一女,婚后幸福美满, 生活上完全没有让余子明操心,还将长辈照顾得十分周到。 后来一家人移民至加拿大,学业有成的子女们亦长大成人。 余子明称到现在为止, 还有人以为冯素波才是其妻子,如此乌龙,让人不禁发笑,早些年陈其送回港。 在电梯间与余子明偶遇,打招呼时,陈其送问道, 素波最近好吗? 以为是简单问候的余子明随即回答, 好啊,事后越发觉得奇怪的余子明想到, 为何对方不问候自己或是妻子? 反而是问候素波,没想到两年过去了, 两人再一次相遇,熟悉的那句对白又重登舞台。 陈其送问道,素波最近好吗? 这时余子明说道, 阿琪,我想你是搞错一件事情了, 素波不是我妻子,她是我妻子的姐姐。 这时陈其送才恍然大悟, 那这几年,陈其送还为了此事还跟别人纠正过, 称素波才是余子明的妻子, 吓得余子明叫她赶紧去向别人澄清。 如今的余子明主要以家庭为主, 毕竟年纪也大了, 心有余儿力不足。 去年八月份的时候, 余子明已经离开了服务了半辈子的TVB, 已经处于退休状态的余子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透露了决定离开TVB的原因,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工资的大幅减少, 关注TVB的网友应该知道, TVB艺人的平均工资本来就不高, 加上近年来TVB大环境不好, 很多年纪大, 商业价值下降的老艺人竟然成为被TVB开刀的对象。 余子明透露自己在TVB签了约旦一年才接到一个演出, 年薪跌到一万多, 根本不够维持基本的生活。 在TVB除了工资低, 其他苛刻的条件也成为逼走老艺人的原因。 去年余子明就说过, 76岁的他还需要通宵拍戏, 这个强度对于老艺人来说确实有点压力了。 另外,这次余子明还透露了一件事, 就是他之前在拍摄《寻琴记》的时候, 有一场是和郭宪妮坐马车的戏份, 但是过程中马车突然塌下来, 他和郭宪妮从马车上掉下去, 造成了余子明脑出血, 因为当时余子明戴着头套, 不知道自己的受伤情况, 后来才发现自己出血, 才到医院看医生, 还做了一个手术, 医药费前后高达20万, 这样的情况算是工伤了。 但是余子明说, TVB给他们买的保险赔偿 加上TVB的津贴还差4万, 而TVB要求余子明 自己担负剩下的4万医药费, TVB只愿意给他报销一半, TVB作为港圈数一数二的电视台, 连几万块的医药费 都不愿意帮70几岁的老员工报销, 难怪他们心灰意冷, 对于像余子明这样的老艺人来说, TVB不仅仅是他们的东家, 更是服务了大半辈子的地方, 但凡工作环境还算可以的, 他们应该也不会想离开。 虽然TVB的所作所为 伤透了余子明的心, 但是他在采访的最后还是表示, 自己其实对TVB没有很多不满, 因为自己签了约 就没有什么不满的, 而且自己在TVB工作四十几年, 抚养了自己几个孩子长大成人, 这点他还是觉得应该感恩TVB。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